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讲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月23号 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 截止到北京时间1月22号晚上21点 根据乌克兰方面通报的这个状况 在巴赫摩特北线 俄军重新组织了对格里夫卡的进攻 但被乌军密集的火力所击退 巴赫丹尼夫卡战斗基本没有变化 双方继续在撑东头来回争夺 伊万尼夫斯基双方继续打阵地战 互有攻防 巴赫摩特南线克列谢耶夫卡北侧 乌军聚首215高地击退俄军三次冲锋 克列谢耶夫卡东侧双方有小范围的交付 在扎布罗热南线罗布金利 俄军在罗布金利西侧进攻 乌军则向维尔伯维西侧进攻 双方没有取得进展 扎布罗热南线的乌洛然涅 煤炭城区域双方认识对峙模式 只有零星的炮击 阿弗蒂夫卡北侧 俄军继续向新巴赫木特卡东侧 斯基波维东侧和焦化场北侧的乌军阵地 发动了达卡式进攻 卡米扬卡区域 俄军继续向南推进 试图攻打别墅区的乌军阵地 昨天有战报称 俄军在阿弗蒂夫卡南侧有重大突破 在剔毒中进行的表示 俄军成功推进了100米 阿弗蒂夫卡西侧的 维依村和列弗里斯基双方任有攻防 乌军打退俄军11次进攻 马林卡方向的战斗区域基本没变 但是激烈程度有所增加 俄军加大了对 格奥尔基伊夫卡方向乌军防线的进攻 组织了多轮覆盖式火炮打击 但随后装甲步兵进攻被乌军所击退 胜利村方向只有小规模交付 西米哈尔里夫卡东侧和南侧 俄军继续保持固定的进攻路线 使用装甲车掩护步兵 冲击乌军多处阵地 乌军则用火炮及无人机 打击俄军装备和步兵 双方控制线没有变化 火线附近的炮弹数量持续增长 在赫尔松的左岸 就是克林基这个桥德堡 乌军又一次摧毁了俄军的T90M坦克 这次是被无人机给摧毁 看着这个俄军的主战坦克 最先进的T90M也是损失惨重 不仅被布拉德利洗脸 还要遭到无人机的攻击 关于赫尔松这 双方的战斗还是非常惨烈的 主要是无人机和火炮 俄罗斯第26摩托化步兵团士兵 在网上发布一段视频 他们在视频里抱怨没有轮换 部队出现数多伤亡 也没有替代而补充 据称该部队的军事单位编号为12267 目前部署在赫尔松左岸的克林基地区 自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 犹如管理混乱指挥不当 俄罗斯的部队已经多次以重用方式 在网上进行投诉 同时啊 由俄罗斯士兵的妻子领导的反战 抗议活动日益成为克里姆林工的痛处 动员起来的占领者的妻子 举行快赏活动 以大规模抗议威胁克里姆林工 并发出正式信件 要求他们的战俘从前线返回 你看这个前线和后方呼应上了 前线的士兵要求轮换 要求回国 后方的亲人也在俄罗斯全国各地举行活动 要求他们的战俘从前线返回 乌克兰战争是一个错误 我们不得不为政府的短视付出惨重代价 这场战争只有当局才需要 它给人民带来的只是痛苦 马利亚安德列耶歇法在莫斯科被捕后告诉泰晤士报 该女子表示她同情乌克兰人民 但重复了克里姆林工的宣传 即2022年布查发生的屠杀披兵事件 是为了抹黑俄罗斯军队而策划的 最近由动员者妻子组成的回家之路组织代表 袭击了普京的竞选总部 要求将动员者带回家 该小组的一名成员询问总部工作人员 普京何时签署复原法令 该妇女表示她的战俘不想进入战区 一名女工作人员回应称 男人是战士 是上帝独特的生物 想要保卫祖国 是保卫普京啊 多吃几口鱼子酱 1月22日 泽伦斯基宣布向乌克兰最高拉达 递交一项多重国籍法案 据其介绍 该文件将允许来自世界各地的乌克兰族人 及其后裔获得乌克兰国籍 俄罗斯公民除外 咱们看泽伦斯基是怎么说的 大家看视频 消息人士称啊 将对乌海军在斯瓦斯图堡残留的舰艇进行回收处理 克里米亚共和国强力机构消息人士向卫星通信社表示 乌海军在斯瓦斯图堡残留的舰艇将予以回收 不会编入黑海舰队序列 什么意思呢 就是19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 对乌克兰的海军啊进行了打击 乌克兰海军的一些舰艇啊 就被他们扣留在斯瓦斯图堡港 一直扣留到现在 本来这些 恐怕都已经失去了这个作战的功能 也年久失修啊 缺乏维护和保养 但是啊 现在对俄罗斯来说非常宝贵 因为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已经被击溃 他没有办法再去补充新的舰艇 所以他就盯上了乌克兰海军啊 这些残留的舰艇啊 准备把它啊 再修复 维修一下 这总比新造舰艇要容易 这就说明啊 俄罗斯的海军 这个目前的情况是非常的悲惨 黑海舰队主要的水面舰艇 被乌军摧毁以后啊 没有办法得到补充 只能靠维修乌军的残留的舰艇来冲门面 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 根据乌克兰政理报报道啊 乌克兰政府于1月19日发布命令 提议在未来50年内 禁止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交通运输 包括公路、铁路、航空和海运 这一命令需要经过乌克兰国家安全 与国防委员会的批准 目前俄罗斯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这个也够狠的啊 就是无论未来 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发生如何变化 50年内禁止于俄罗斯进行任何形式的交通运输 实际上这就堵死了这个俄罗斯通过黑海 对外运输的这个道路啊 不知道包括不包括那些油气管道、能源管道 如果也包括油气和能源管道 那俄罗斯恐怕就是档头一棒啊 乌克兰国家通讯社 当地时间22日报道称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 当天在比利时首都布罗塞尔举行的 欧盟外长理事会会议上发表视频讲话时 呼吁欧盟加快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 库列巴表示加强防空仍然是耽误之急 此外他敦促欧盟加快炮弹各类无人机 以及射程300公里以上远程导弹的供应 库列巴还说啊 他对北约说啊 我们为你提供最好的交易 你不用牺牲你的士兵 给我们武器和金钱 我们就会完成任务 大家看视频 波兰总理 产生了一定的间隙 那随着资隆斯基和波兰总统杜达会面 以及啊 波兰的总理到基辅访问 说明这个乌克兰和波兰之间 已经冰释前嫌 和好如初啊 资隆斯基说啊 会有一个新的波兰国家防御包 我们感谢如此持续的帮助 资隆斯基又开始感谢波兰了 波兰要给乌克兰一个新的大礼包 支持乌克兰的抗击俄罗斯侵略的战争 资隆斯基说啊 为了更大规模的购买武器 以满足乌克兰的需求 我们还有一种新的合作形式 波兰向乌克兰提供贷款 两国会联合生产武器 就是波兰出钱 乌克兰和波兰一起生产武器 这个就越来越热闹了啊 到目前为止啊 德国、法国、波兰还有美国 都在承诺帮助乌克兰自己生产武器 这一方面说明啊 美国和北约这个国家 他们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准备 只有打持久战 他才需要在乌克兰恢复他的军事工业 第二个也说明啊 乌克兰的军工恐怕就要得到长足的发展 乌克兰真正的世界越打越强啊 因为武器、资金和技术、设备、生产线 恐怕都是由德国、法国、这些国家援助 拉图维亚外交部长 克里斯·贾尼斯·卡里什 他说啊 对于那些认为支持乌克兰成本高昂的人来说 我的信息很简单 如果不阻止俄罗斯支持乌克兰的成本 只会变得更高 欧盟最终做出决定 确保我们在未来几年 为乌克兰分配急需的资金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抵达美国纽约 大家可以看这个视频啊 拉夫罗夫的专机啊 到达纽约之后 美方没有任何人迎接 更没有红地塔 只有俄罗斯驻美大使 卒涅本齐亚和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 安东诺夫两人接机 这个看上去确实也不像第二大国的样子 不过啊这个拉夫罗夫啊 以及安东诺夫等等啊 这些人应该心满意足啊 不能要求太高 为什么呢 以后啊 如果想让俄罗斯人去开会 那你主办方案 如果邀请他的话 你必须派飞机去接啊 因为接下来俄罗斯 他的航空公司啊 就没有飞机了 飞机别人也不敢做了 因为飞机年久失修啊 得不到保养 前两天在阿富汗坠毁一架小型飞机 这个只是开始 2024年 恐怕俄罗斯航空公司 还有大型客机啊 要出事故啊 他们现在都是在带病飞行啊 我想拉夫罗夫以后 恐怕也不敢再坐俄航的飞机 主办方如果派飞机来接他 他就去 不派飞机 那他就视频会议 拉夫罗夫啊 在联合国安理会 就乌克兰问题举行的会议上 发言时强调 西方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 实为危机和和平解决的主要障碍 他重申 乌克兰军队已经在战场上 失败 西方却继续推动该国进行毫无意义的 поражение россии 条件是要终止基辅县政权 说简单点就是 基辅现在的这些领导人全部要换掉 否则免谈 这个拉夫罗夫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坐飞机飞的时间太长了 还是喝了早酒 乌克兰方面给出的停战条件呢 现在又加了啊 说要销毁俄罗斯所有核武器 彻底消除和和平威胁 支持乌克兰西方联盟成为协议签订的主角 乌克兰这次提出的要求啊 比较苛刻 俄罗斯实施是对乌克兰去军事化的特别军事行动 而乌克兰提出来是要求对俄罗斯去核化 不管怎么说啊 双方都在你来我往的开出核弹的条件 这个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说过了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啊 双方这个战线很难有变化 因为严寒的天气不例如进攻的一方啊 对防守的一方也是困难冲突 所以战线啊看上去像冻结了一样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双方啊 用无人机用大炮用导弹 呼箭炸一炸之外啊 那就是和谈 不管谈的结果是什么 闲着也是闲着 双方要试探对方的底线 谈到明年春天 春暖花开 接着开始打 因为双方目前啊 根本就没有谈的基础 双方相去甚远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鲍尔海军上将在1月17号 星期三与布罗塞尔举行的会议 开幕式上保证说啊 乌克兰将在未来每一天 都会得到我们的支持 鲍尔表示 这场战争从来都不是乌克兰 或北约对俄罗斯构成任何真正安全威胁 这场战争使俄罗斯担心 比地球上任何有型武器更强大的东西 民主 如果乌克兰人民能够拥有民主权利 那么俄罗斯人民很快就会渴望这些权利 北约军事文会主席说到 同时他认为乌克兰人民和乌克兰军队 正在以世界前所未见的方式捍卫民主 在战争的黑暗中 他们是一盏灯塔 向世界展示 为信仰而战意味着什么 保尔说啊 我们再看看啊 俄乌双方现在啊 进入了一些新的戏剧化的场面 乌克兰总统泽兰斯基亚2024年第17号 总统令发布 特别说明历史上乌克兰人的居住区域 几个世纪以来 俄罗斯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比尔格拉德州 布莱斯克州 沃尔涅日州 库尔斯克州 以及罗斯托弗州 都是乌克兰人居住地 俄罗斯必须遵守国际义务 确保生活在这些地区的乌克兰人 拥有各种权利 比如集会 大家可以看地图啊 总之啊 这个黑海沿岸 全是乌克兰的 然后现在正在炮击的 比尔格拉德州 库尔斯克州 都是乌克兰的 这么看的话 俄罗斯彻底和黑海无援了 俄罗斯本来啊 发动侵略乌克兰的战争 最起码是先把黑海啊 整个变成啊 或者是亚述海 变成俄罗斯的内海 俄罗斯成为黑海上的主要力量 黑海一大半都被他占下了 结果打到最后啊 不仅黑海跟他无关 连亚述海跟他也没关系 普京是真正的 搬起舌头砸自己的脚 不知道普京啊 是受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的刺激 还是早酒喝多了 普京也签署了一项法令 宣布向美国出售 阿拉斯加为非法 俄罗斯还将宣布 阿拉斯加是美国非法占领 这普京唱的是哪一出啊 乌克兰跟俄罗斯要领土 俄罗斯变成向美国要领土 那东方大国 是不是也可以据此啊 主张被俄罗斯划走的 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所以这下就热闹了 这个局势啊 向后演变 一定是俄罗斯被解体 俄罗斯被去 真实化 去核化 这是人类之福啊 这是造福全人类啊 俄罗斯跟美国算旧账 撕毁以前的协议 实际上俄罗斯就为其他国家打了个样 这个俄罗斯本来啊 只有两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现在是一千七百万平方公里 那一千五百万平方公里 都是从四周啊 其他国家 周边国家强占的 它更不合法 卢卡申哥1月22号 在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家国务秘书 德米特里梅金彩夫会谈时说 有最高国务委员会会议的大概日程 谈话会很严肃很重要 而且我在会议之前 会与普京举行单独会谈 讨论原则性问题 这个卢卡申哥到底什么意思呢 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啊 举行什么联盟国家最高国务委员 联席会议的之前 卢卡申哥说啊 我要跟普京单独谈谈 讨论原则性问题 什么意思呢 无非就是想跟普京啊 重申一下 咱们什么联盟国家 那也是两个有主权的国家 普京啊 千万不要误解 因为白俄罗斯没有主权 白俄罗斯啊 变成俄罗斯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或者变成俄罗斯的附属 不要误解 白俄罗斯有白俄罗斯的主权 所以在两国召开这会议之前 他要单独跟普京再确认 普京想吞并白俄罗斯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1月22号2024年 俄罗斯总统大选 贺谐人普京的竞选总部 向俄中央宪局委员会 递交95项支持者的签名页 普京竞选总部联合主席 马什科夫表示 收集到普京支持者的签名总数 是所需要数量的十倍 然而 根据俄罗斯中央宪局委员会的规定 只递交了31.5万个签名 言下之意 实际签名支持普京的有320万个签名 但是呢 根据俄罗斯中央宪局委员会的规定 只交了31.5万个签名 俄罗斯中央宪局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 11日表示 包括现任总统普京在内的自建候选人 需向中央宪局委员会提交至少30万选民的支持签名 非议会政党的代表则需要10万个支持签名 2024年俄罗斯总统选举定于3月17日举行 这个也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根据普京的进宪总统总部 他的说法 有320万人签名支持普京 但是根据俄罗斯中央宪局委员会的规定 只能交31万个签名 那为什么卡掉90%呢 这个匪夷所思啊 感觉这个俄罗斯中央宪局委员会啊 他这个规则啊 随心所欲 就是为普京量身定制的 卡掉90% 普京正好过了30这个红线 那同样呢 其他的候选人也得卡掉90%啊 所以说啊 其他的候选人卡掉90% 那就没了 当然就不够了 所以你看 他这一刀切下去 就变成普京一个人符合选举规定 就剩他一个了 剩下的人被这个俄罗斯中央宪局委员会 用这个规则给卡掉了 正好就按照普京这个标准去卡 按照俄罗斯这个总统办公室 新闻秘书啊 这个佩斯科夫的说法 普京总统明明可以选上总统 可以直接宣布当总统 却偏偏要搞个什么选举 浪费资源 耽误时间 但是普京啊 坚持要做戏就做全套 严就严到底 不要出什么纰漏 程序上面不能让人跳出毛病 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欢迎订阅转发 一个次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